台語國觀光人數 直直衝高 大樓購物中心接連落成 曼谷房市集起直追 至產成為新趨勢 連鎖酒店也進駐 打造高級酒店式豪宅 轉車接送到門口 一眼就被直立式 透明停車場吸引 幾位西裝鼻涕的禮賓人員 也早就準備好 往裡面走 內裝規格更是涉化高級 這棟公寓住宅一層 大概有三到四戶左右 那像是現在看到的這一戶 它就是有三個房間 是這一次台灣人 比較有興趣的格局之一 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不管你選哪一層哪一戶 統統可以看到梅南河的河景 陽台外河景只是附贈福利 關鍵能享受飯店式管理 單瓶基本一百八十萬元起跳 頂層豪華樓中樓格局 甚至上看五點三億元 是目前泰國最貴房價 我們可以很容易 五、六個客戶 去檢測每天 我們現在在的這一條河 是泰國很重要的梅南河 因為它是從北到南縱灌的 整個泰國 所以您可以看到 在這個河的兩岸 它其實聚集了非常多的 像是酒店、飯店 還有一些小攤販等等 而現在出現在 我左、後方的這兩棟 它就是這一次新打造的 酒店式高級住宅 它也是緊鄰在購物商城 還有梅南河的旁邊 因為這個地區 它其實不但有水路 還有一般道路通過 未來還會規劃輕軌 是整個泰國很重要的 黃金投資區 外觀設計金黃主色 走俐落簡約風 以鄰近河岸新興區為優勢 靠交通匯聚帶動豪宅房價 三年內飆漲百分之二十 其中一棟已經售出八成五 光是外國買家就佔百分之四十 當中也包含了台灣人 設點波士頓 看好重劃開發後人潮 另一家國際酒店集團 同樣瞄準高端智產客 主推類管家服務 每瓶開價至少一百五十萬元 預計二零二零年初能交屋 酒店業者靠品牌執迷度加持 在精華地段設置地標 搶工豪宅市場 三天新聞 李文聖 曾家瑄 泰國報導